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2號 我們來說一條突發的信息 很多朋友可能還記得幾個月以前 在悉尼的一個著名的華人區Eastwood 曾經發生了一幕 就是有一個反對中共的小夥 Drew Pavlov很有名的一個活動人士 在那當場舉了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上寫的內容是習近平 然後加上三字經 然後這個事情後來我們知道 因為現場有人就有一些親共人士 或者說支持中黨愛國人士 我們都這麼講 中黨愛國人士就上去強力的暴力的阻止 然後造成人身傷害 這個人也後來受到了法庭的審判 但是Drew Pavlov本人自己也被警方起訴了 起訴的罪名是兩條 一條是警方當時讓他走 可能他最後沒有走 就是沒有按照警方的指令離開現場 還有一條 就是在公共場所表現出侵犯性的行為 總之明天早上9點半 在悉尼的Paramata的地區法院 這個事情會開庭 昨天為什麼是突發 因為這個事這兩天 他在推特上報出來一些特別奇怪的事情 甚至有點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推特 這個是我會非常緊密的關注這個事情 因為我以前講了 這個事情是一個標竿性的事件 會意味著什麼呢 會意味著我們到底在澳洲怎麼樣才能行使言論自由 它的邊界在哪裡 你能做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以及你做了什麼以後 別人不能對你怎麼樣 OK 好 他的推特最近更新了一下 他說警方給了我們錯誤的 給了這個檢控方 包括公訴人 以及我自己的律師錯誤的審判的日期 本來我的消息是3月15號 下周三其實我想下周三我應該有空 但是一下子突然臨時通知 就在今天臨時通知 不是要下周三 是明天3月13號在Paramata的地方法院 大家看這個地方 Paramata地方法院 Paramata地方法院 而且據我所知很多的證人也是臨時 因為法庭要傳喚這些人到庭 然後這些人也是臨時得到通知說 不是3月15號 是3月13號 這個事也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這個在是不是算不算是慣例 就是警方給雙方的 控辯雙方的日期給錯了 很大的一個烏龍 這個東西對誰有利 是對控方有利 還是對辯方有利 未必可知 總的來講 我覺得可能對控方更有利 因為至少我知道的有一名證人 可能還是比較重要的證人 明天可能不能夠到達這個現場 因為他那天3月13號是有約的 這個是其中的一條 還有一條 我覺得這條是更重要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標題的講 說他這次有可能 警方因為最近公佈了一條證據 這個證據對他可能是很不利的 我們來看是怎麼回事 這是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就是想到 警方跟我口頭上做了個交流 然後他編造了一些說 我當時我說的話 把我描述成種族主義者 然後我當時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 跟警察交談 這是結果 永遠不要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 與警察交談 我沒有說過這個話 警方公佈的說 他當時說了什麼話 說他跟他們對話 這個Drew Pavlov所說 他們來到我的國家 甚至都沒有試圖去融入我們的文化 然後I就是這個警察 就是這個Leaning Dorosuka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OK 就是這個女警官說 你知道嗎 澳大利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我們應該接受各種的文化 這個是澳大利亞的 之所以才是澳大利亞的原因 然後他又說 Drew Pavlov聽到了以後就笑了 是吧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到Eastwood 就是這個華人區來呢 如果你因為你本人老家是在昆士蘭的 你為什麼到這來呢 然後他說 當地的Bandalon的選區 當時聯邦選舉 候選人在這個地方 他們支持 就是說有些當地選區的候選人 是支持中國政府的 所以我們來到Eastwood 是要表達一下我們的言論自由 然後要想在當地的人之間造成一場stir 就是激起一些大家的 How do they stir 也不能叫騷亂 就是讓大家攪和攪和在里面 然後尤其是考慮到當地demographic人口的構成 因為Eastwood是全澳大利亞的華人比例比較高的 前五名這樣一個社區 但是這樣子 那麼為什麼說這個證據對他很不利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普及一個 就是澳大利亞是有在公共場所做出過度侵犯性的行為 這樣叫法律的 知道在新南威爾士州設這個法律的 這是在1888年的刑法的裡面的第25條 說一個人他不能夠在靠近或者說在視線範圍內 或者是在聲音範圍之內 什麼地方呢 公共場所或者學校的範圍之內的地方 用一種比較侵犯性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 OK 如果說那這問題就來了 這裡面有好幾個點 首先第一個 當地那個地方算不算公共場所呢 那肯定算 那麼他是不是以一種侵犯性的行為他這麼做 警方認為你是的 所以警方提起了公訴 那麼Drew Perler認為 他認為我不是的 我只是用來舉這樣一個牌子 我只是舉這樣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本身並不構成這樣一個侵犯性的行為 當然很多人會講了 為什麼這個牌子 我說我念三字經不構成侵犯性行為 因為它是有之前的先例的 在幾年以前 也是我剛到澳洲那個時候以前 那個時候就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案例 這也是悉尼本地的一個著名的活動人士 叫做Danny Lin 我當時還試圖採訪他 他以前老頭就喜歡掛一個牌子 這樣一個牌子 然後在街頭表達他的政治意見 有一次他就掛了這樣一個牌子 叫Tony 就是Tony埃博特 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 當時的時任澳大利亞總理 Tony UC打頭的T結尾的這個詞 你懂英語知道這個詞 這個比較罵人髒話 是吧 就是女性的那個地方的意思 然後這老頭就被警察抓起來了 然後也被他控訴同樣罪名 Aggressive manner in a public place 但是最後他勝訴了 時任法官認為 這個詞在英國可能夠得上 在可能其他國家可能夠得上 我們不知道 但是澳大利亞這個詞沒有那麼髒 所以你夠不上 所以當庭釋放 OK 因為有這個先例在 所以Drew Pavlov他就認為 既然這樣的話 我用我這只是類似這樣的一個詞 對不對 而且我還沒有直接碰到器官 那為什麼算是Aggressive manner呢 而且現場我們都看到了 就是動手的全都是中黨愛國人士 這麼說吧 是吧 Drew Pavlov本人一直把手背在後面 然後也沒有說任何的叩頭上的話 也沒有說任何的身體的接觸 所以他認為我是不構成這個的 這個就是這一次庭審的重要的一個爭辯的點 OK 但是剛才我們講了 如果說警方給出這個證據的話 在庭上它有幾個作用 那麼第一個作用是為了相當於是 或者告訴法官也好 或者告訴其他人也好 主要是法官判案 就是說這個人他是有種族主義的傾向的 他在跟我現場說這個話 有這種種族主義的話在裡面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我不試圖影響法官 因為我也影響不到 我個人認為 這個警官在這裡面 他有一些斷章取義的可能性 因為Drew Pavlov的人這個人 老實說有點年輕 是吧 有點扎扎乎乎的 是吧 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真心認為說 這個人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肯定他比如講 比如說這些忠於習近平的人 他們來到我們國家 他們就不想融融我們的文化 等等這樣的話 他肯定是有一個界限範圍的 那麼警官直接就掐到去尾了 然後以此來影響法官 說你這個人是一個種族主義的 他心裡是種族主義的 所以他現場舉這個牌子 他就有種族主義的動機 注意 在英美法國家你做一個事情 你如果說有一個很明顯的動機 能夠證明你做這個事情是故意的 我是不是侵犯別人 這跟故意和虛意也是 是不是故意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就是為了故意 或者我就是不小心 比如說我寫了這幾個字 然後把人冒犯到了 你總不能說我是故意的在侵犯別人 所以這個點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什麼 他在這裡面這兩個證詞 都是很具有殺傷力的 第二點就是講 我們來這兒就是為了cause a stir 說我們來這兒就是要把這個情緒調起來的 換句話說 相當於他親口跟警察承認 我們就是來挑事的 我們就是要讓這些人活起來 然後跟我怎麼樣怎麼樣子 然後你看 達成我的某種目的的 如果警方說的這個話 這些證詞都是真實的話 明天Drew Pavlov或者說明天後天大後天 其實是13號到15號 三天都有庭審 這個庭審對於Drew Pavlov 如果說法院方面職財性這個證據的話 我個人覺得 雖然我不是法律專家 但是我個人覺得 對於Drew Pavlov是非常不利的 在這裡面我們要他自己 首先他剛才自己是怎麼說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盡可能把盡可能多的信息呈現給大家 有朋友可能講了 澳洲難道不是英明法國家嗎 他沒有米蘭達警告嗎 我們都知道在香港的電影裡面經常聽到的 或者說前港英政府的那裡面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警察有沒有了 說你可以保持沉默 你所說的一切將未成為呈堂證供 那你說澳洲沒有嗎 警方沒有告訴他說你可以不說話 我問你什麼你可以不說話 這個東西他沒有透露出相關的信息 我查了一下澳洲雖然沒有米蘭達警告 但是澳洲也有相關的規定 說你必須要給對方一個caution 就是提醒他 說這個事你可以不說 我問你的任何話你都可以不說 所以這個信息我沒有 至少Drew Pavlov都說了 你沒有律師情況下 不要跟警察說話 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想自己被冤枉的話 不要跟警察說話 第二點 他自己說了 他說的是這個是編造的英語 編造他的話 換句話說 第一個他說警察沒有錄音 第二個律師沒有在場 但是這個文件是有兩名警察 是有一個警察錄下來 另外一個警察witness的 那麼這個警察witness 他有沒有在現場看到過 聽到過他說類似的話 就是說這個是不是有兩個警察聽到的 這個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如果只是一個警察聽到的話 如果兩個警察都聽到了 我們說實話 就算他們是故意給你造了這樣的證據 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庭上的法官肯定會更傾向於認為 你說一個警察黑 那有可能 兩個警察都黑 這玩意兒得黑到什麼程度 這個可能性不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講的 這個對於他的其實是非常不利的一個證據 這也是未來三天裡面爭辯最多的一個證據 OK 當然了我們總的來講 我們還是要相信警察部門的警察的節操的 但是好巧不巧 就在最近澳大利亞出了一個著名的案子 就是前澳大利亞工黨大佬 他本來應該是現在的澳大利亞 他如果說不是在上屆大選馬施前提 被一個無名小卒掀翻的話 他現在本來應該是澳大利亞的內政部長 就是澳大利亞權力最大的 管移民部管這些部長 甚至可能管情報部門的這個部長 叫Christina Kennedy 她的兒子最近出事了 這個女的就是Christina Kennedy 她的兒子就叫做 我們名字叫啥 也是什麼Kinney的 她的兒子就是被公訴 被公訴說她捏造證據 具體的細節 我沒有去刨這裡面 到底她怎麼捏造證據或者什麼樣子 但至少對於一個警官 新南威爾士州的警官提起公訴 說她捏造證據 不是輕易能夠做出來的 尤其是考慮到她母親是如此高的角色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 這個後面會不會說翻出來警方 不管是新南威爾士州警方還是澳大利亞警方 他有一些內部的文化 OK 有可能會翻出來 我們只是順便在這提嘴 因為朱佩洛在這指控了 這是個很重的指控 指控警方捏造做偽證來陷害我 所以關於未來三天我會去比較密切的報道 因為本來我也以為15號 現在13號我也沒有空 但是我會密切關注 我也會跟朱佩洛本人去交流 說這個情況怎麼樣了 然後感覺怎麼樣了 或者你的律師怎麼說等等這樣子 然後把第一時間消息告訴大家 最後我再說一點 咱們關注這個案子 關鍵不在於這個 很多人會把重點放在這個上面 關鍵其實不在於這個 關鍵在於什麼 在澳洲 你怎麼樣能夠做到合理合法的去做一些 抗議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你行使你的言論自由 其實澳洲在這方面的尺度一直在變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一點就是 它跟美國相比 一定是在言論自由上的空間要小很多的 這一點我要提醒所有在澳洲的朋友 或許加拿大也是一樣 但是澳洲它的言論自由的尺度是要小很多的 當然相比於中國來講 這是不能比的 是吧 但是你還是要注意 很多時候你去參與抗議的時候 你要最好 其實上一週週末 我去採訪了悉尼大學 戴一個維尼頭的 穿一個皇帝的衣服的那個哥們採訪他 他其實對這方面就特別上心 他在做任何事情以前都必須要 法律人士也好警署也好 了解清楚了 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對吧 尤其像朱洱洱他還是原知原味的澳大利亞人 然後他還有一些律師在支持他 那麼像他這樣的人 如果有可能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就更加需要小心謹慎 但是你只要確保你小心謹慎了 剩下來做的事情 你可以充分大膽去做 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 澳大利亞包括內政部長也好 情報局局長也好 都已經講過了 我們需要向全民普及防 反對外國滲透 說白了 說是外國 其實就是反對中共滲透的這個事情 就現在正在一個風頭浪尖上 然後朱洱洱這個事情開省了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講的嗎 澳洲的言論自由尺度是一直在變化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下 澳洲在最近幾年 他的言論尺度 正在往變得越來越寬鬆的方向走 至少在法律界 OK 執法界我們不知道 但是法律界都在討論 比如說以前誹謗案 澳洲的誹謗案 只要你有錢 我就可以告你誹謗 然後你要么就是掏很多錢破產 是吧 你要么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認慫或者怎麼樣 但是這個誹謗罪正在慢慢的法律界調整過來 在里面加入一個 你如果對方在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的時候 你不能告他誹謗 等等這樣子 那麼現在其實也是很多人在對於aggressive manner 到底什麼叫做aggressive manner 當我在進行一個政治示威的時候 那我必然會造成某一種 對某些人會造成一個侵犯性 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俄羅斯 現在這個事兒 那麼很多人就在街頭舉普京 普京你去死 這樣的牌子 那這種東西你算是侵犯性嗎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什麼樣的字詞能構成侵犯性呢 如果說 如果說 好死不死澳洲有這樣一個典型的案例 如果說這樣的案例都不能構成侵犯性的話 當時的總理 你用這麼露骨的詞去罵你當時的總理 雖然他把那個詞小聰明 他應該是c u in 然後加一個那個 但是他後來改成c 他把這個u反過來了 是吧 但是其實法官來看來看 這兩次沒有什麼區別 你就是在表達這個意思 少耍 少跟我來這套 但是就算這樣一個東西都沒有能夠告成的話 英美法系都是要尋先例的 這個先例在這兒了 那你後面的 這個先例就意味著 這個東西應該是不違法的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前提 這個人的動機 這個人有沒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甚至是跟警察說明的 未來幾天我會跟大家持續的關注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要去了解的 或者還有什麼我沒有補充到的點 尤其歡迎如果你是法律業人士 歡迎想來參與這個討論的話 我不管你的政治主張 OK 如果你是中黨愛國的 或者說你是左派的 甚至你是極左的都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來開誠不公的 就法律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有信心的 OK 所有的民主自由的人士 你有信心的不是在哪個國家 不是在澳大利亞 不是在美國 不是在英國 你們有信心的在 rule of law 在於法治 我們相信的是法治 不是哪一個國家 也不是哪一種意識形態 相對而言我們反對的是法治 是吧 反對的是中國那樣的所謂的 現在兩千多票 零票反對 零票棄權 這樣的法治 這樣的所謂法治 OK 好簡單跟大家互動一下 另外我看到有朋友在里面談滲透而不滲透 我個人覺得 在一個法治社會 你就要走法治社會的遊戲規則 OK 你當然自己說的時候就算了 但是你不要把這個地方是不是肯定被滲透了 這些人 警察法官是不是買通了 把這個東西放成一個主要的論點 我希望大家還是能夠沉靜下來 自己去研究一下澳大利亞相關的法律 相關的條例 OK 比如說案例 之前曾經宣判的案例 然後做一下邏輯的推斷 跟法理的推斷 雖然你不是法律從業人士 但是一個法治社會是需要所有人 不管是業餘的專業的還是普通民眾 一起去參與進去的 參與什麼 參與法律 不是參與說指責或者給人扣帽子 說那個人肯定是被 就算他是被買通的 就算他是怎麼樣 只要通過法治的方式 我覺得該講清楚的道理就一定會講清楚 OK 然後有朋友講 這個哥們就是個網紅到華人去嘚瑟 這個東西 Drew Pavlov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之前在英國也遭到起訴 據說是有人冒他的名 給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館還是使領館 發了個信 說有這種威脅的信 然後英國警方把它扣下來了 Drew Pavlov他一定是個很有爭議的人 我所有的一切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們不是在支持哪個國家 我同樣更不可能說我單純就是為了支持哪個人 我們只支持一個就是法律 不管你是法官也好 被告人也好 公訴人也好 證人也好 警察也好 你一切也按照法律走 如果說最後的庭審結果不進入人意 很多人比如說你支持Drew Pavlov 結果他輸了 那麼你能做的 就是你弄清楚裡面的原因 避免下次再犯 第二個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法律不公平 你去試圖去改變法律 當然你可能不會一轉眼就改變法律 但是日積月累 大家一定要有這樣的耐心 OK 即便是 明天站在庭審的人是我 我是被告 我也會希望大家 你們一定要去慢慢的試圖 從法律的規則去改變法律 而不是輕而易舉的去扣帽子什麼東西 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當然你說要發動什麼 比如說政治正確或者怎麼樣子 你或許能夠解決短期的一些問題 但是長遠來看 對於這個社會始終是有傷害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給來自中國國內的人 做一個典範的話 你要告訴他們法治應該是怎麼樣運營的話 什麼叫民主自由 是吧 你要想給他們做一個典範的話 希望你們按照這個比較難 比較難走的路去走 他是一個活動人士 他是一個活動人士 Ju Pablo是個活動人士 活動人士 有活動人士做事情的方式 跟他們的邏輯 是吧 我們並不是所有時候都會贊同 比如說上帝選舉 他在墨爾本那邊各種各樣的去黑料纏額 花了很多錢 我當時就非常反對你這麼做 是吧 我覺得你太不成熟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年輕人都是這樣子的 年輕人他也有充分的資本 去摔根斗也好 或者說是去承受這樣的官司 因為我知道在澳洲其實打官司 其實也不是那麼 他雖然自己經過很多官司 身經百戰了 但畢竟還是要有成本的 如果你希望去支持他 明天你去到庭 不要在庭上喊口號 不要去喊什麼口號 就在那旁聽表達一個支持 也不要去舉什麼牌子 不要 你會被法官認為你是在滅視法庭的 OK 只是去站在那邊去支持 就夠了 或者在庭外給他支持就夠了 如果你去反對他 你也可以到現場去 是吧 你可以在 如果政府批准了 批准了你在這可以遊行示威了 或者怎麼樣 你也可以去外面 就是在法律的範圍之內 去對他進行一個反抗議 也可以 這個沒有什麼 大家都能做到這一點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慢慢地往前走 這些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 其實我最討厭的是 有的人是攪渾水 用一種錯誤的範例去給別人做示範 這個水反而會越攪越渾 另外我前面講的悉尼大學那個小伙 就是帶著維尼頭的那個小伙 他的關於連續四天有人對他進行了騷擾 這個視頻我今晚會放出來 但是警方也好校方也好 也在對這個事情進行跟進 後續的結果能不能找到這些學生 那麼這些學生會不會為他們所做的行為付出代價 這個我們也後續會跟進的 所以這一周時間 大家還記得嗎 昨天先是堪培拉打人的事件 然後今天馬上就到了Drew Pavlov那個案子 然後馬上悉尼大學那個事情連成了一串 所以你說這一周就是為告訴大家 在澳大利亞應該怎麼樣恰當地 合理地表達你的政治觀點 這一周就是給大家連續上了三課 希望這三課能夠起到好的效果 好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我們後續會繼續跟進的 咱們下次再見 拜拜